很多话有认为 君子兰叶片泛黄之后问题不大 后期正常养护 给它施肥浇水就可以了 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君子兰不会不明不白的出现烂叶片的 如果是晒伤的话 不会出现腐烂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多数原因是由于根部出现问题 平时浇水过多或者施肥过多 导致烂根延期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 就是第一时间把它托盘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烂根 全部给它修剪干净 大家看到没有 像我这一颗的话 这些已经有很多烂根了 那么我们除了把这些烂根清理掉之后 还需要给它做杀菌杀毒处理 用上这种二美龄杀菌药给它清洗 清洗完之后再用它来浸泡根部 因为二美龄它是内吸型的 浸泡15分钟之后 它就会把这些药水吸附到植株当中 清理里面的一些病菌 有害菌 这样的话再重新栽种 那么才能让它正常的恢复生长 如果是单纯的把这些叶片给它剪掉 以后施肥浇水 完全是得不到根治的 所以大家的菌子栏 出现黄叶烂叶之后 一定要正确处理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那么它就会慢慢的全部烂丸 导致整颗菌子栏都会烂掉 所以一定要处理得当 处理及时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